學生們認真聽著講師的課程 這裡是大師圓民會館 桃園市原住民發展基金會 12日舉辦美學講座 提升桃園市全民美學素養 幫助原住民族藝文工作者或團體 期盼再配出更多優秀的人才 我今天其實分享的是創業 它的基礎是在於 我們已經做了大概十幾年的社區運造 過落的一些發展 然後慢慢轉換成產業的時候 然後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自己的定位在哪裡 然後要怎麼跟部落去做連結 那我們辦理這個課程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們的工作項目裡面 其中有一個是開發文創商品 另外一個就是幫助族人的創業 跟輔導族人就業這一塊 透過課程讓學員們深入了解 部落的公益傳統領域 進而了解背後的文化意涵和價值 並探討如何在傳統公益基礎上 進行創新 促進就業機會和文化保育 其實平常是沒有想過創業的事情 還有有跟 甚至是跟文化要連結 所以我覺得這堂課會讓我想要去 想看看我未來能不能在文化這方面 能跟我的工作結合這樣 因為我本身就是在從事跟這位老師相關的 在傳統公益的部分 我們可以多方面的了解商品化 跟他們經營的一個模式 那所以我想在他的經驗上 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 我們可以學習的一個方向 許多部落擁有者豐富多元的公益 傳統和生產的技術 該如何把這些寶貴的文化資產 逐漸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生動能 藉由經驗分享與傳承 學習傳統公益 也是延續文化的精神 原是新聞把杜宇密布拉路亞 桃園大溪採訪報導